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天讲的比较少 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直播可能很快会改 我们现在直播 那个二号频道呢 今天直播内容 它完全给封掉 就没了 连都给删掉了 所以今天我们直播的时候 就说这个YouTube有点不再那么回事 所以有可能晚上 明天我们就改到第三频道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我在尝试着 跟干净世界连在一起 就是它有个软体可以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我们就逐渐往干净世界转 因为很多朋友 看直播的人蛮多的 几千人 最多的一次八千多人 那很多在 你就从干净世界 从那个YouTube往干净世界转 如果真的出什么事的话 这个YouTube肯定不让直播 坦白我坦白跟朋友讲 YouTube肯定不让直播 所以在我们最快的时间转到干净世界去直播 所以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就比较 起码保证一个流畅吧 这个希望朋友能够理解 川普 川普那个 他持续他的选举 主要他还盯在了 共和党初选 所以他应该走遍爱荷华 爱荷华是第一个 走遍爱荷华的小镇小趟很多地方 去来保证他出选当中最大的可能 川普在目前出选的背景之下呢 在共和党中出现了绝对的领先 就不可超越的绝对领先 今天的民调 百分之六十八 已经百分之六十八 你说那别人就没得选了 德桑蒂斯百分之九 黑利百分之七 那个那个维维克百分之四 所以这就基本上没有任何 就没有任何悬念 没有任何余地 那那些人呢 为什么还留在上头 就是说按正常说 基本就退掉了 但他还留在上头 一个是跟钱有关 一个我相信跟共和党内部有关 那因为他一定来自于 党团内部的一些捐赠团体 和不同意 就不接受川普的人 所以因为他用的钱 都是共和党内部的钱 那他川普中规年龄在这里 而且川普在很多的问题上 跟共和党原宗原教制的某些东西 是不是一样的 有着冲突本身 所以我相信 是跟共和党内部有关 这样就需要一个时间 他是一个党派利益衰败 党派利益在衰败中 而川普个人的意志呢 在强悍的过程中 那川普这次在爱荷华 昨天晚上 他提到他建议呢 说人们到费城去 人们到费城 到亚特兰大去 到这个密西根 底特利去看看他们在怎么投票 实际川普指出的就是说 在2020年大选中出现状况 出现争持的这些州 那这些州地区呢 绝大多数都是民主党控制的投票区 就选举是州嘛 那而出现了很大争持 底特律啊 底特律 费城 宾州的费城 亚特兰大是这个 佐治亚州的 所以都出现有关 人们涉嫌选举欺诈 或者选举这个选举的 那当然就目前来讲 不接受选举欺诈的说法 但川普绝不放弃 所以川普昨天呢就提到说 如果作为川普的追随者 应该去盯着他们投票 看着他每个投票站在干嘛 那这个东西应该是有他自己的 有在美国法律当中 没有约束的一个 就是是一个合法的应该是 对吧 他们不会违反法律 我去投票了 我就得看看你们怎么投的 我做这么 我监督你们怎么投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不会 反正我不去干涉你 我只是观察 对当地的具体一些投票的地方 会有很大压力 如果他们确实有这种涉嫌 有这种想法的话 肯定会有压力 那当然立刻对立的一方 就是民主党一方说 川普在威胁选民 那川普并没有威胁选民 他们真正威胁的就是说 妄图作弊的人 那但他对方肯定会把责任 放在选民身上 说川普不接受选举结果 他自来就没接受选举结果 所以那他在反抗的一方呢 在反而验 就是反对川普的一方 在验证着川普的一种 他的正确的 他从来就没有接受过选举结果 这个2020年选举结果 如果这个东西你不能直视他的话 反而你去说川普不相信选民 那这个话就说明对方确实是涉嫌 在政治攻击的过程中 就出现了一种真正官员们在作弊 权力者们在作弊 有人在试图作弊 就自然会引起这种 直接了当的反应 所以这是川普今天讲述 那使得在NewsFix 新闻周刊上的 置顶的投一篇文章 那因为还有一年就选举了 所以他是5号吧 11月5号 所以川普今天也说 说明年呢 我们整整还有一年就开始投票 所以大家要如何如何 这就是一个观点的碰撞 一种背景 让人们看到这个背景的 背景条件的环境 那说这是今天报道 川普关注监控选民建议引发担忧 所以这就是 这个说法就是邪恶 他没说监控选民 但他解读成监控选民 他说是那个投票点 那当官的有问题 那他不是选民有问题 对不对 他没有这么讲 可是这就是一个 美国再次出现 正负对垒的问题 就是人们善良与恶对垒的问题 这个我眼睛里是这样 他当然解读上 当然可以说叫解读成监控选民 他道理很简单 他说我 那四年前投票 我就不接受 对不对 我又看不到真相 这故事就这样 守护投票 这是川普的说法 2024年 人们要守护投票 引起人们在对民间选举中潜在的暴力的担忧 这就是邪恶的 他没有任何暴力 他也没有提到任何暴力的说法 对不对 是你往暴力那儿想 所以写文章的人自己是暴力的 这个这就是现状了 那川普星期六在爱荷华提到了有关2020年选举起展了 所以他正是这个基础 他说进入直接进入那些由民主党控制的城市 进入他投票中心去捍卫消灭 有争议的城市去捍卫消灭 当然这就是可能会 那你不能不说 他们中间就会 因为想偷窃的人跟阻止偷窃的人当然会有冲突 你在公共汽车厂 在这个地铁站 在任何一个环境 你去阻止一个小偷的话 是蛮有风险的 发生的事情 最重要的部分是首乎投票 你应该去底特利 你应该去费城 你应该去其他一些地方 亚特兰大 在这些地方 我们要必须观察他的真正的投票 是 这就有证明 这是川普自己也很清楚 他面对的事情 他也非常清楚对方在干嘛 所以这不是2020年 这已经是到了2024年 大家就是一种公开对垒的 密西根宾州 佐治亚 这都是民主党据点 那这是他认为欺诈中心 费城选举官员说 川普的说法可能意在怀疑选举结构 没错 他就是怀疑选举 这是 这是 这是真的 他本来就不接受选举结果 然后你不给他机会 你强迫他接受这种选举结果 包括当时美国的司法系统 美国司法部的本身 对吧 那城市官员说 川普在每次选举前都说这些话 那不是 他主要是2020年 主完全是在2020年 这样 我只是假设试出对选举结果有效性 产生怀疑 他目前当然还在怀疑 他从来没有承认 也没有接受过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这个没什么可讲 他们就骂你 管理者就是骗了 这是他骂的 明确讲 就是 你就是盗窃者 那你说我不是 那你就自己证明了 不是 他没有权力证明 我们说了算 so what 对不对 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让我说就说不好听的话 对不对 别人说你媳妇给你戴绿帽 什么事儿的 真绿的 浅绿的 你问吗 你问问你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就 就是人道德衰败之后 基本上你看到就是 什么事儿 我就这样 对不对 就像拜登说 我就赢了 我怎么着活该 我就得德行 那 那当然你走到这份上的时候 那作为好人就面对的是无奈 面对无奈 好人如果面对无奈的时候 那只能遭到天前 因为好人没办法 对不对 好人他不想说像你一样 做成这种 不择手段达到目的 如果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话 他就不是个好人 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然后选举官说了 费城选举 20162020完全是公平准确的 我们在2024还得照样这么做 所以这就基本就是 这就是一个没有道德的生命 对不对 那不去不接受任何评价 不接受任何评论 人家任何的评论说法 你都遭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专栏作家 他正在为国家在选举引起暴力 这就我们说 这就是欠抽 对不对 这个东西 人家要 人家不信任你 要监督你 然后你说引起暴力 那谁触发暴力 是你 对不对 那小偷被阻止之后 肯定引发暴力 那引发暴力是小偷 心不甘情不愿 要去报复那个阻止者 那阻止者引发暴力 是不是暴力 所以这就 这个社会就这样 我觉得就这样 民主党战略家 这基本就下拜了 就是民主党战略家 他维持他的那个东西 维持他的权力 那川普面临司法指控 这都基本下拜了 这就没 因为新闻周刊是极左的 极端反川普的 但我们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么个故事出现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